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一些小朋友或者青少年的人 不会因为父母生离婚而失去玄际 ROUS-6309就已经提供了蠢多解决方法 因为这个 aud loi监视太新了 没有案例的 所有真正要决定的都是由案例地决定 但根据这个条例来说 其实他的目的 其中一个主要的目的 就是避免有同时间的司法程序进行 在内地和香港 不应该就同一个Course of Action 有同时间的Proceedings进行 所以如果在内地已经有一个判决的时候 同一个Course of Action 同一个素族的因由 就不应该在香港继续进行 这个条例里面有的 或者是如果香港的素族在进行 突然间有一方面申请内地的判决来登记的时候 换句话说内地已经有一个判决 就有同一个素族的因由 香港的素族应该是暂时各自的 应该有State of Proceedings 但是基本原则就是 不应该有两地的素族同时间进行 所以如果内地出了一个判决的时候 香港的判决 香港的程序就应该停了 那我们是否应该按照案件 中切涉及不同的家事范畴 分开去草议和签署 经调解的和解协议呢 我想这个要视乎情况 因为如果那件案件 大家都是想一拼去处理的话 一般来说都会一拼在一个 所谓经调解的和解义书处理的 但我也都遇见过 是因为有一部分大家是谈得到 就先签了那部分先 先解决了那部分先 我遇到那个情况 就是经两年三年之后 就再找我处理另外一部分 那我以为已经是 整件事可能全部已经是 回到法庭处理 但是最后他们又回到 连最后那部分都处理了 所以其实没有什么 都是视乎当事人的 你也有一些相关 就着这方面 一些经济制作的东西 可以和大家分享 对吗 是 跳下去 一起去谈关于第三者的问题 尤其是是关于 如果是有楼宇的转让 当这个奶奶或者第三者 譬如是间公司 或者是个计划 是未是在这个家事的 未是一个派对的 而当这个奶奶又不肯出席 那有什么办法可以和她和解呢 我做的方法就是 是用一个有条件的和解 而 虽然是 男方和女方已经解释了 所有的条件了 但是呢 其中一个条件 就是需要 譬如奶奶 就要转让那间屋 给媳妇的 那我做法就是说 这个计划 需要以至于 这几乎的计划 母亲的 去批准 批准 批准 以至于 30天 以至于 一个计划 的计划 给妻子 以至于 此计划 在计划 计划 儿子 进行 会做那个 社会的计划 社会的计划 也会跟她小孩说的 那你说 是不是一定去见那个官 或者见那个審划 就不好呢 那 我觉得 又要看 那孩子的益性 那个 大家 那个 爸爸妈妈 当时的情况 是怎么样 那是 不可以一概而论的 一定是要好 sensitive 记住 可以是好 也可以是不好 那我们只可以 就是 警惕自己 就是说 be sensitive 记住 是个小孩 他的想法 未必是 跟我们大型一样